我觉得浪费时间 然后我觉得就是 就是两个人可以面对面嘛 然后就是聊一聊一些事情 或者是看看风景 我觉得最棒的是 看看风景 因为我本身喜欢看星星 我觉得最棒的是以后我有车 我会带我的女朋友 就有时每次就上阳明山看星星 然后聊一聊 突入心声之类的 我觉得很浪漫 约会是我们进一步 认识朋友的方法 但是如果缺乏经验 又太过紧张 就没有办法自然地表现自己 反而弄巧成拙 如果你也不满意 目前约会的品质与次数 好我们一块来听听 中央大学性别人 就是何春瑞教授的建议吧 一般人你想到约会 都觉得好紧张 我们最常在餐厅里面 看到约会的景象 就是两个人很正经八百地 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拿刀叉的时候 喝咖啡的时候 那个手脚好像都使唤不开来 每一个人拿东西 都手指头都翘起来 摆出莲花纸的样子 然后整个过程中 所有的肌肉都是紧绷的 那一种的约会 其实是蛮紧张的 恐怕也没有办法 有真正很好的享受 然后这种约会 完了回家以后 总是在那里痛悔说 我刚才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说什么 我应该更活泼一点 我应该更主动一点之类的 所以那种约会之后的自责 其实蛮常见的 那为了要避免在约会当中 常常有这种自责的挫折的情感出现 我是觉得大家应该早早约会 多多约会 有很多人认为要青少年的时候 才开始约会 我觉得你们刚才在小学的时候 应该就应该开始有点约会的活动 这个活动倒不一定要到什么 很高级的消费场所 一定要花什么样的钱 一定要做什么样特殊的活动 我是觉得人要做这个约会的准备动作 就是训练好自己有个轻松约会的心情的话 最主要的是平常就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一起做 有些人想到约会 总是想到咖啡馆 电影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约会的场所挺好的 就是书店 因为到书店去 说实在的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看到你们在约会 在书店还有掩埋的作用 就是你在这里看数女杂志 她站在那边看科幻杂志 或者你在看电影杂志 她在那边看文学杂志 还是一样 看起来的话 好像两个人就是蛮无辜的 蛮清纯的 所以在书店的约会蛮好的 在书店的约会 除了有这种暗度成仓的效果之外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对对方会有比较多的认识 比方说他会在什么样的杂志里面停留 他会喜欢看哪一类型的书 他是不是只看那种畅销书 还是他有一些个人的兴趣和品味 我其实觉得逛书店蛮能够呈现出来一个人 平常你所观察不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说实在 你到那个咖啡厅 黑黑的又看不清楚对方 长多少个青春痘你都看不见 那如果说是到电影院的话 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剧情 或者在紧张对方的手有没有碰到你 也没有那个机会去了解别人 所以我倒觉得 有的时候找一些很特殊的场合 像逛逛书店 听听演唱会 看看什么展览之类的 都是好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互相认识 约会的话 其实还有一些技术 就是怎么样能够更自然的 去跟彼此相处 因为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 两个人都是扭捏作态的 故作君子属女状 说实在的 那种虚假也没太多意思了 所以我倒觉得 在一些很自然的场合当中 多多约会是蛮好的 我刚刚说约会要早点开始 是因为到了青少年以后 大家的自我意识很强 自我形象好像变得很重要 就比较不容易自然的约会 所以我是主张你们早一点开始 小学的时候有机会一起出去 玩一玩 到麦当劳吃个汉堡之类的 这都是很自然的行为 多做几次 就不会把约会当成大不了的事了 说实在的 人生当中应该常常约会 多多约会 多和不同的人约会 多多认识 怎么样跟人家互动 所以约会也是一门功课 也要早点开始学的 打开外世界 给你不同的视野 首先是XY染色体单元 既要和大家聊一聊 在你的心目当中 男生和女生是个什么模样 据我认言 我觉得男生就应该要 充满了男子气概 而女孩子就是温柔玩意 一点比较好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像这样子 对男生女生 做性别的角色分工 其实也限制了 两性的个别发展 对啊 像我们平常 我们就有很刻板的印象 比如说男生是绝对 不能够穿裙子 而如果有女生 Tino很短的平头 也会引起别人的侧目 所以大部分的男生 都没有机会 享受到穿裙子的乐趣 不过也有人例外 最近在综艺节目里 大行其道的电视反串秀 就完全颠覆了 性别的角色扮演 不过这种表演 大受欢迎 可不表示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性别的界限模糊 是被容许的 尤其是在爸爸妈妈们的眼中 在电视上 我看到很多穿女装的 反装秀那类的 我很排斥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小孩子 他觉得说很受人家欢迎 就会很多人去模仿他 有的时候可能会 渐渐的他就会 把自己整个身心 都融入那个境界 只是鱼了啦 但是说要去那个 不太有站住 你看过吗 看过那个节目吗 很少 有看过但是很少 不是不会 我儿子羊肛气很重 所以你觉得男孩子 还是羊肛气要重吗 对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这样 应该男的还属男的 你的属女的这样 比较有一个属性的问题 对不对 大家应该男都逃免 男的这样 我觉得男归男女归女儿 偶尔有些人 他的女性特质比较强的话 他是这样做也是无仿啦 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生活 生活的 他自己想要做的方法可以做 但是现在像这样子 连小孩子 小小小小孩子 你都给他装扮成女生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以后 成长的性格会怎么样 所以在小时候 我就是帮他们就分得很清楚 男孩子穿着打扮 教育方式 那女孩子有女孩子的穿着打扮 跟教育方式 你从小就是要把他培养 认知他本身的角色是什么 电视反穿秀仔表演的领域被接受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所谓的娘娘腔和男人婆 却总是遭到令人对待 没有错 像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学校 如果有一些男生 他所散发的气质 是比较阴柔的话 好像都会受到周遭同学的牌制 因为他们会觉得他有点怪怪 而且经常成为笑柄对不对 还会被取一些绰号 那如果是女生呢 女生如果很有男子气概的话 女生反而就不会 像一些女生如果 她个性是比较豪爽 或是比较男性化的话 反而我们会跟她撑胸道地 还满喜欢他们的呢 而且在男生之间也成为哥们 变成一种个人特质 所以显然在角色扮演的突破上面 男生要比女生承受更多的压力 对 现在一般实际情况 好像正是如此 除了这个差异之外 现在的年轻人 对自己和旁人性别的想法 还有些什么样自己的看法 一块来看看 传统我觉得说男主外女主内 那你自己的看法 我是觉得我比较那种野心 就是比如说一对夫妻 不一定要老婆 是一定要待在家里 然后老公要出去做事这样子 像我曾经有看过日本一个节目 就是那个先生和太太 就是一结婚以后 像我爸爸 我觉得说反正是我爸爸比较会做菜 妈妈呢可能只是烧烧饭而已吧 我爸比较会做菜啊 先生就决定要在家煮饭 然后一煮就煮了二三十年这样 然后太太就是负责 在外面跑工作这样子 跑业务 开卡车还是怎么样 对啊 如果是老公觉得待家里 煮饭给老婆吃 是一件很高兴很自然的事情 那他也可以去做啊 像我曾经跟我男朋友讲过说 会不会以后换成男孩子在家里 烧饭洗衣女孩子在外面做事 你说要我上班回来这样做家事 我还愿意接受 你要我完全待在家里这样做家事 那我不能接受 双方面沟通都很良好的话 男生如果愿意住 女生愿意住外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 会被人家讲 我觉得那男生如果在家的话 我觉得会被 我觉得会被讲没用 会被人家讲说吃软饭 对啊 如果说我的另一半啊 他要求我说 要我出去工作 然后他待在家里面 那就等于是要我赚钱养他的话 我觉得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呢 可能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形 我会蛮不高兴的 自己的理想是 也是希望出去工作 为家庭啊 在我的印象中 男孩子还是比女孩子强势 对那我会认为说 男人今天不养女人没关系 但是不要让女人养嘛 因为我不会接受 他待在家里照顾小孩 然后我在外面很辛苦工作 我也不会接受 我在家里养小孩 然后他在外面辛苦工作 就是会找一个适当方式 然后来处理这件事情 可以待在家里面 可以啊 可是就是怕 他可能自己 我觉得这样久了久了 他自己心里 可能也会被人家讲久了 可能自己就真的变成娘娘强了 因为带小孩嘛 一些所谓的事 他小时候就没学到了 那长大要再学后 就这样就会慢慢 就变成娘娘强那样子 娘娘强的男生啊 我是觉得说 就是那种叮叮的声音 给人家感觉 你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那种感觉就是 叫你去打他 那种叮叮的声音 就让人家感觉就是 你快来过来打我 快来过来打我 娘娘强 可以接受 可是我对他们的感觉 没有啊 就是朋友啊 可是只是 他跟别的男孩子 不太一样 你会变成模糊自己的角色 你到底 你处在他旁边 你应该是男生好 还是女生好 跟他一样啊 也有这样好 还是 就是 假如说 有男生娘娘强的话 我也会 不是说排斥 就是说觉得他有点怪怪的 男生就男生 怎么会娘娘强这样 还是可以接受 因为通常 我们生活周到 也有比较类似娘强男生 他们有 跟别人不一样的一面 可是他们有 有比较好的一面 对 他们做事啊 或者是在 待人处事方面啊 课业啊 不管任何方面 他们对事情会比较 流行 而且会比较细心 那种娘娘强的男生啊 跟那种在一起的话 觉得 你怎么快一点啊 你决定事情怎么不快一点 这样会蛮痛苦的 我觉得娘娘强男生很可爱 对啊 就是很好玩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 比如说我认识那个 就很喜欢弹钢琴 然后 对的 我们看杂志会笑嘛 对不对 他看着课本会笑 那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 那种 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点啊 可是即使如果自己没有 没有娘娘强 我也是会觉得说 娘娘强是一个 也没什么 那就是那个人的一个特质啊 你不能否定掉 一个娘娘强的男生 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他很温柔耶 他温柔会让人家觉得 哇 很好玩 很可爱的那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 这些动作是因为 我们自己女生表现不出来的 像我 我没有办法 我是女生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 去像男生这样子 讲话那么轻声 就是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会觉得说 哇 这样的男生很厉害 可是 还是希望 就是他们有点男生期待 对啊 不要这样的看着我 我的脸会变成 男人婆啊 我自己也就是男人婆 你觉得男人婆 男人婆的话 就感觉她是男的啊 那就很难跟她沟通 就觉得 你怎么跟我谈不拢啊 这样子 那感觉就是 很像哥们一样 他们看起来像兄弟吧 就是 比如说 讲黄色笑话 这样子 他们都可以谈 因为我们 可能我们个性都是这样 比较阿沙的一点 所以跟那种 那种男人婆在一起 我会觉得很轻松 因为 大家个性都是这样 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 男人婆我觉得是很正常 我觉得 男人婆比娘娘娘更恐怖一点 女生是男人婆的话 还好啦 比较没有那么 不要不会觉得怪怪的 因为女生也有是凶的啊 女生也有凶的啊 凶起来的话 可能比男生还凶 男人婆的朋友 我并不会排斥 只是说不要说 真的到时候变成说 像那种同性恋啊 会爱上你那种 我会觉得很恐怖 我没有遇到说 非常男人婆的人耶 可能我自己是比较中性的吧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 所谓的男人婆是要到怎么样 才能够被称为叫做男人婆 是不是说如果说今天 一个男一个女孩子 她她的穿着就是比较帅性 然后她动作比较大 她走路就是外八字没办法 那我们就要称这种人叫男人婆呢 是这样吗 我会蛮喜欢男人婆 不觉得我也会 对啊 就他们个性比较阿杀利 对啊 像我觉得我觉得很讨厌那种 就是很讨厌真的那种 很女孩子的女孩子 其实男生也是要女生红的啊 就是男生还是要女生 当一下小鸟这样子 可是所以男人婆有时候 你可能看她外表这样 可能她是 搞不好私底下跟她的男朋友 是另外一个样子 就是 个性比较阿杀利一点的女生 我会很喜欢她们 不知道我觉得我认识的几乎都是 你说我 对啊 太过分了 我是女生 这四个是徐华玉的舞群 然后他们因为徐华玉 所以他们去男扮女装 我是觉得如果说只是单方面在 就是说媒体上面 然后只是纯粹的艺术表演的话 我是觉得这样没有什么 就是说觉得不会说很奇怪 我觉得有点怪 本来就是男生嘛 就是有那种感觉啊 想要说去扮演女生 穿女生的衣服的话 应该没有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这怪怪的 我自己也很像男生 搞不然人家以为我是男扮女装 女孩子有的我没有 我们有的女孩子没有 所以变成说 穿着上不需要去扮演女装 蛮好玩的这样扮演 就是一种 就是怎么讲 就是跟自己平常自己的不一样 然后可以把自己 当时觉得蛮恶心的 可是后来觉得蛮漂亮的 对啊 觉得蛮可爱的 平常就是自己会做一些 比较女性化的动作这样子 但是如果扮成女生的话 看起来会更 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样 如果扮成女生的话 对 就是男孩子喜欢穿女 就比较女性化的衣服 有 有 可是她 她并不是喜欢 因为她是同性恋 所以她才会这样子 对 扮装的不一定是 同性恋不一定是扮装的 然后 其实异性恋也有 像 有啊 不过那只是好玩而已 那就是 大家想 因为大家想看我扮女装 像不像女孩子 那就去扮 那就看 就蛮像 就是有男卖女装的客人来典礼 然后 好像是那种红顶艺人吧 然后 因为一看 其实因为她个头都不一样 然后 就是男生还是有男生的样子在 只是她穿的是女生的衣服 然后化成浓的妆啊 那个样子 看起来 就在丢脸而已 不能说 很不自然 可是一看就知道不一样 然后你就想多看她一眼 我不会很惊讶 可是 如果是 碰到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 看起来会 可能学会是这样 她可能是有点不正常哦 这样子 也不会说 哇她怎么穿成这样子啊 这样子也不会 对 有时候人家讲说 对啊我就是变态 就是同性恋怎么样 对啊 其实这些名词对我来说 不会是负面的 我反而觉得说 对啊就是 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们又要怎么样 对啊 这就已经变成说 不是一种负面的词了 对我来讲 如果说是因为 喜欢 看自己特别亮亮的话 去扮女生 那我觉得 我们都还可以接受 如果是在平常生活中的话 我是觉得说 如果真的不能克制的话 你要做一些 比较奇特的打扮的话 是最好是能在私底架做 对 因为那也不会去妨碍到别人 扮起来不要太吓人就好 就那种 走出去会吓死人那种 那种都不行 那种 这种扮起来 还可以看 还可以接受那种 那我们就可以接受 你不觉得她很像美少女吗 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吗 街头也会说 你扮的女生很丑 然后不扮的女生 像就是男生的时候 男装的时候 还会比较好看 像女生 反正就是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他扮女生好不好看啊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他扮女生 我刚才看到我也蛮惊讶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男生 可以那么的 如果我的朋友是这样子 那是她的喜好 可能 就是也不能多做什么 因为她真的 她喜欢 就是站的姿势那么的好看 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她换妆了 你会觉得 其他可以像女生的 也可以很温柔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 不错啊 如果说平常自己上 上街的话 是很少这样 曾经有过一个念头 就是说 想这样去逛街 可是还是 就还是没有辅助的事情 还是没有那种勇气 不过 哪怕你这样走在西门町上 大家都会看这样 对啊 就是为了吸引人家注意 那我觉得 可能她天生就爱线吧 那我觉得 无所谓啊 就是我们走过去 都会多看几眼这样 对啊 然后会讨论她 她穿得比我漂亮这样 对啊 然后我们会讨论她的头发 怎么弄啊 下次我们这样 没有 如果说男生在上厕所 突然间 跑出来一个 男扮女装 可是你可能 第一个印象 可能认为她就是女的 会觉得蛮奇怪的 或者是女生在上厕所 突然间 跑进去一个穿西装 打领带 觉得可是她是女生 然后她上厕所 她也不能跑去 男生那边上 这样可能会觉得 会有一些 生活上一些小困扰 这样累积我觉得是蛮多的 男生就是男生啊 对不对 如果扮女生的话 太刻意了 太 觉得有点怪怪 真的 因为你就是做你自己啊 你这样子扮装出去 表示那就是你自己 我是女生 奇怪的女生 我是女生 不会说赞同说 女孩子就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 一定是家庭主妇的角色 女孩子可以在 从很多方面 去帮助自己老公 发展 对 那不管是在家里 或在事业方面 女孩子都有办法 做辅助的那种功能 我结婚了以后 绝对不会在家里带小孩 我不要做黄脸婆 我基本上 会有一些个性上面 我觉得我不像女生 一点都 不知道也别人说我 很凶啊 不温柔 所以我觉得这样又不是男人婆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打扮 很喜欢把自己弄 对啊 外表像女生 内心较难 像我本身例子的话 我不会言自己是属于同志 那我办状的话 我纯属觉得说是很好玩 对 因为觉得是平常人一些做不到的事 但是 我觉得就是可以告诉大家 传递一些讯息 说有这样的人是存在的 就是他们在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固事 他们也是很难的啊 对不对 所以扮女装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男伴女装 可能你说我喜欢 什么不可以 对 只不过是 当然是没有什么不可以 只不过后果跟一些压力 你是要去承担 长期以来 大家对性别角色的分工和特质 都有一个既定的价值观 像正常和不正常 甚至对与错的分野 其实会随着社会的转变 不再那么的绝对和明确 没有错 像是以前人家都认为说 女孩子其实不用读那么多书啊 最重要的是找个好老公 找个好归宿就可以 可是现在可不一样啊 父母都会要求自己的女儿 要受很好的教育 而且要具备很强的工作能力 其实这就是一种 社会价值明显的转变 就像刚刚VISA里头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能够接受 有阴柔特质的男性 但谁知道十年二十年后 大家的态度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对啊 说不定以后 大家就会见怪不怪喜以为常了 如果你看完今天的报道之后呢 是不是重新开始思考 自己性别角色的扮演呢 如果你想知道 怎么样让你的个体发展 不再受限于你的生理性别 一块来听听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师 何春瑞教授他的建议 说到性别啊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 什么男女有别啦 两性天生就有差异啦 老实说啊 我觉得性别这种话题啊 恐怕是对我们人格 对我们社会的一种挑战 一种试金石 因为大家看看啊 我们通常遇到那种 比较不太合乎 我们的性别标准的人 比方说大家常常讲到的 比较娘娘腔的男生啦 或比较男人婆啦 比较粗犷的女生的时候 好像都觉得很不以为然 好像觉得这些人 都不太正常似的 从这样一个反应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的心胸 十分的狭窄 在这种事情上面 其实布露出来的是 我们这个社会文化 对于异类的歧视 只要你跟大家的主流 表现得不太一样的时候 你有个不同的意见啦 你有个不同的做法啦 你有个不同的活动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要侧目以示 这种侧目以示 说实在的 没什么大的秘密 它基本上只是表现出来 心胸的狭窄 和一个文化的歧视 所以我倒觉得 我们要去谈性别的话 如果有一些人 跟我们标准的 所谓男生应该怎么样 女生应该怎么样 这个样式不太一样的话 它们是宝贝 它们是我们很宝贵的资产 因为尤其它们的存在 它会显得 我们这个文化还蛮多元的 我们不是每次讲 有多元的社会吗 就是多元的社会 就表现出来 我们要有多元的性别的表现 男人女人 都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而说实在的 如果在性别上面 我们能有比较更宽广的一些 看待它们的态度 我觉得对你我是有好处的 因为万一有的时候 我们要稍稍的越界 稍稍的做一些不太一样的 不落俗套的 不守城堆的做法的时候 我们也会比较空间大一点 所以说这种心胸的开阔 这种对于社会文化的松动 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讲有好处 那就表示说 我们可以走的空间多一点 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 我们会更多一点 在性别上面 我们平常对于那些异类 搞不好你就是异类 老实说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点异类 我们都有一点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比方说声音大一点 力气大一点 或者胆子比较小一点 我们其实跟别人有很多很多的差异 那这些差异的状态下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 维护我们这些差异的存在 而对别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有很好的态度 友善的态度 知人的态度 下次你再看见 对不起 下次你再看见 有谁讨厌娘娘腔啦 讨厌男人婆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样的一个人 是个心胸狭窄的人 是一个文化成见很深的人 是一个交往起来很无趣的人 那么你要做一个比较可亲 比较可爱 比较容易跟人相处的人 比较有眼界的人 比较能够为未来社会 真正合乎 歪世代的那种开阔心胸的话 恐怕你对于所谓的异类 要有比较更宽阔的态度来看待 更重要的是 你自己得作为异类 所以你娘娘腔吗 真好 我希望你再多娘娘腔一点 你男人婆吗 真好 你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 非常宝贵的资产 我们这个世界常常在谈 是谁应该主外 谁应该主内 用这种方式来谈性别分工 因此就有很多人认为 男人是比较开阔的 比较适合主外 而女人的话是比较内练的 所以比较适合主内 其实我告诉你 谁主外 谁主内 都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去选择 我觉得这个个人选择 我要主外或主内的这个权利 是一定要有的 换句话说 不是文化有权利去规范 我们应该是主外或主内 我们要有权利去选择 我要主外或主内 而主外和主内 跟我的性别 为什么直接关联 而看我的兴趣 看我的能力 在这件事情上面 大家不要寻求 只有一个公式 男人一定要如何 女人一定要如何 相反的我们来问问 你想要如何 你个人喜欢做什么 如果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想要做的事情 培养出来 你有这个能力做的事情 你当然就可以做了 这种才叫做 不是自我设限的 我们不要受到 我们的性别 我们的天分的影响 哎 中国人常常讲嘛 人力要胜天啊 我们要胜过 我们原先 所受到的各式各样的限制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倒觉得 真的是谁主外 谁主内 都不重要啊 谁能把事做好 最重要啊 要多一天 能够成为 要多一天 能够成为 你们 teenager 等下 有哪儿 到哪儿 际艹 静 到哪儿 你 要更多 到哪儿 在我上 污